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面积3057平方公里,人口120万 安西县牢牢把握中央支持福建省建设全国首个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机遇 把生态资源视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视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 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的安西,已经从福建省最大的国顶贫困县,积身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2019年,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第60位,绿色发展百强第54位 大美安西,崛起在海峡西岸 坚持生态力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担当 大环保机制,把大美安西作为四个安西的建设内容 生态文明,列入群县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和绩效管理 健全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机制 安西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考核取得九连优 大规划引领 科学编制福建省安西县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规划等多项规划 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引领 推进各项生态建设工作 大合理格局 构建生态保护党委政府领导 人大政协监督、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 推动生态建设常态化、规范化、持续化 持续优化空间格局,搭造清新安西 安西县重点实施三大生态工程 生态系统保护建设工程 安西在全省首创山长制 与河长制互为补充 构建县、县、乡、村三级生态资源 长效管护体系 实现山水一体化协同治理 大理推进生态茶园建设 以山头带帽、山腰细带 山脚穿鞋为主要模式 退茶还林 加速推进全域绿化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6.5% 2012年安西获得国家园林县城称号 2016年荣获国家生态县称号 村荣村帽治理工程 结合乡村振兴 促进生态环境与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全县完成整治417个村庄 9个乡镇获平国家卫生乡镇 实施绿营乡村建设 突出绿化、绿运、绿钛、绿魂特色 并被全省作为典型推广 推进农村汉测整治的经验做法 得到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检查组的肯定 水土保持治理工程 创新崩岗青史区治理模式 大力推荐 崩岗区转化为工业开发区 生态旅游区 水保生态区 经济作物区 崩岗治理的安息模式 在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上做典型发言 并在我国南方洪壤青史区广泛推广应用 截止到2019年底 全县水土流石治理面积13.1万目 完成目标任务的126.5% 在全国水土流石治理试点工作现场会上 做经验介绍 以解决污染问题为重点 推进城乡一体整治 安息县重点打好污染防止三大保卫站 蓝天保卫站 推进大气污染防止重点项目建设 整治涉气企业 完成15家重点企业废弃治理 关停区第16家铸造企业 淘汰111家小锅炉 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019年 安息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8.6% 避水保卫站 三年来 累计投入资金约2.5亿元 开展引用水源保护 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多项整治 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第三方运营管理模式或全省推广 人民日报 福建日报 头版头条 给予报道 净土保卫站 编制完成安息县土壤污染风险防空试点实施方案 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 2019年 全省化肥使用量同比减少3%以上 农药使用量减少5.2% 注重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崛起绿色经济 发展现代生态茶叶 茶叶是安息的民生产业和特色产业 以建设现代茶叶为目标 大力发展生态茶叶 推行有机绿色生产 首创全国生物信息对抗 与智能虫害防止系统 货瓶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 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2019年 全县涉茶总产值达191亿元 连续十年 位居全国重点产茶县第一位 发展高端生态工业 安息在全省率先实现食材行业全面退出 腾出发展空间和生态容量 做大做强光电 生物科技 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国际信息技术产业园 全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安息分园区 一批高端园区引领产业聚集 发展全域生态旅游业 大力发展全域生态旅游 新城茶文化旅游 健身康阳旅游 人文休闲旅游等系列 把生态资源专化成生态资本 另外安息县还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教育 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推动安息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向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 清新安息 山美茶香 安息已经探索出了一条质量高 效益号 生态美 百幸福的绿色发展之路 停进全国五十强 争作全省山区第一线 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安息将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经历内争